田北市議員游史惠周小平 近日來猛打金華城案 不過傳出黨內施壓 一新立院新會期 藍白河會有變數 我國民黨是一個非常大的政黨 那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見 那至今我並沒有接到 黨中央有特別的指示 要我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 所以我就把其他長輩的意見 當作是個人的好意的善意的提醒 傅昆琪有找你說不要再打金華城的案子 他跟我講的啊 就那個馬那他母親的告別式有沒有 之前之前也有找朋友跟我講 大概然後我們也知道他很難做啦 他總之後他必須合作 他沒講哪個案子 他說不要去打阿伯打那麼兇 然後我們也跟他說抱歉 我們也沒有選擇 我們要為台北市250萬人負責 周小平坦言 國民黨總長傅傅昆琪 曾兩度跟他說不要打阿伯打這麼兇 不過他也請副總周體諒 身為議員必須對台北市民負責 過去我們不是每一個案子都合作 但是大家如果有共同的目標 共同的想法我想一定會合作 在野黨站在幫人民監督的立場上 當然一定會做緊密的合作 這是不容許有任何的交換 也不會有任何體諒的問題 國民黨現在兩手策略 一邊把柯文哲罵到體無完膚 另外一邊還假情假義 配合柯文哲說這是執政黨在政治鬥爭 他國民黨其實另有所圖 國民黨圖的是希望民眾黨的巴息 能夠在未來這三年半都還是跟著他國民黨一起團進團出 不過民進黨立委王世堅看不下去 很酸國民黨玩兩手策略 其實另有所圖 不於民眾黨要看清楚 民新聞做不到